一方面就是我在入行的时候 画的东西都是比较Q 所有的角色脑袋都是大大的 相对偏可爱的那种 然后那时候因为比较年轻嘛 所以大家都叫我小Q 然后现在15年过去了 在这个行业里面待着 然后因为在北京嘛 北京大家喜欢开玩笑 尊称的时候喜欢加个爷 所以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那么动画片呢有两方面的难度 第一就是中国的动画作者 很少会接触像恐怖和悬疑这种 只有近两三年 或者说近四年之内 出现了凤毛麟角的 这样类型的作品 那么再加上我们本身 对于动画产品的定位 和日本是有区别的 所以我想如果作为伊藤老师的作品来讲的话 在中国可能影视化相对会简单一点点 那么如果漫展都奉行 领导版这样一个原则的话 尤其像我们规模如此宏大的这种展览 那一定会在正版化以及版权正规化这样 给行业引领一个相对好的风气 就是让我们中国的漫画的大胆们 跟日本韩国的作者有更多的合作 也让更多的日本和韩国的作品 进入到中国 也让中国更多的漫画作品出海 对 我觉得这个是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 希望接下来在北京的漫展 那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 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也能够正规化 我们下期再见